我們常在講說 當美軍一直一直來 我們感覺習慣習慣 可是每一次來 他其實賦予的意義又不太一樣 來美國海軍就發了聲明說 我這一次是美軍的這個驅逐艦 記得號 還有海巡艦目落號 在禮拜五的時候 通過了臺灣海峽 這又是我們的例行性的任務 這是拜登總統上任以來的 美艦的第八度通過臺海 那以往都是資深前往 一支一艘劍而已 那我請教資深老師 這一次一個是美軍 一個是海巡 哪裡的意義不一樣 是基本上 就是拜登上台的時候第八次了 但是是拜登上台之後 第一次同時有美軍 跟美國的海岸巡盲隊的艦艇 同時來臺灣海峽進行行運 上一次有這樣的情況 是2019年的3月 也同時有美軍跟海巡的出沒 但是這次比較特別是兩個部分 第一個是在這個時間點 美軍公佈的那個照片很好玩 它是海巡的這個目落號在前面 然後美軍的飛彈虛物圈 寄的號在後面 那個公佈照片 其實有一種味道 就是說我告訴你 我也知道你中國在海警法通過 這一年來的所謂的灰色地帶行動 也想要用海警在前面 然後海軍在後面 我告訴你我也跟你一樣的玩法 我現在海巡跟海巡同時的出動 然後對中國的海警等於反制跟施壓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我們要知道說臺美之間 在三月份簽署了海巡MOU之後 在八月事實上有在這個一個 兩邊的海巡的這個演習 那你演習之後美國的這個海巡的 這個目落號他並沒有因為這樣演習完就回去 他還繼續跟美軍的結合集結之後 再通過海灣海峽 等於是在海巡的這個 臺美或是海巡的演習之後 再進一步的保證 告訴你我們美國的軍隊 跟美國的海岸巡防隊 是結合在一起在亞太地區進行行運的 這個目落號是不是 就是他的盾位體型也還蠻驚人 其實是非常非常大的海巡 海巡的這個艦艇 其實非常非常大 那四千六百噸 就算是大型的在海巡當中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說 昨天還記不記得 臺日二加二當中 還談到說未來臺日之間 也要進行海巡的合作 現在美國就通過給你看 難怪他們昨天會講說 臺美日有朝一日 搞不好會三方的海巡進行合作 我覺得這個也是蠻值得關注 所以這一次的通過的過程當中 我覺得北京應該要點滴在心頭 就知道說不只是美軍已經有動作 連美國的海岸巡防隊 他現在也是處於全球部署的狀況 但是這裡面的時間點 美國就是故意的 這一次已經不是伯克級的驅逐艦 而是目落號走在前面 而且走在前面的話 是因為他在八月十四號的時候 太平洋印太司令部才公佈說 目落號已經到達夏威夷 而且要常駐於西太平洋印太 然後要做的是整合性的全領域 海軍力量的整合 也就是說他這個海巡艦面對這個 他已經在西太平洋 八月十四號才到 然後接下來就在我們台灣海峽這邊經過 而且特別公告 告訴你說就是美國的整合性的海軍力量 台灣海峽是他們重中之重 第一優先 周末晚間九點進行鎖定 正知道了周末版